近日一項發表在雜誌《Science》的研究發現 盡管洛杉磯的汽車尾氣排放量呈下降趨勢 但城市空氣中的揮發性有機化合物污染卻在不斷增加 可能與氣候變亂有關 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中比較常見的類型是甲醛 但亦有一些揮發性有機化合物主要來自大自然 如樹木和草地 隨著氣溫上升它們會大量揮發進入空氣 成為臭氧和霧霾的重要成分之一 研究團隊通過在諾沉機上控正確測量發現 分發性有機化合物的人為排放僅佔40% 剩下的60%即是自然排放 意味著未來要進一步改善空氣質量 必須考慮到自然排放源的影響 但研究團隊強調 因為自然排放源受氣候變化影響 難以直接管控 除非認為排放大幅減少 否則城市空氣污染會繼續惡化 Tinawas記者編輯報導